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爱美玲心语要来跟你分享的主题 叫做生活化的身孕技巧 我常常听到我的学生跟我讲说 老师听你的演讲好愉快 老师你怎么可以把故事讲得这么好听 或是老师你的声音非常的生动活泼 到底怎么办到 甚至你没有麦克风的时候 你都可以穿透力这么的强 我想今天就是要跟你分享这几个重点 我们在传递讯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语气声调 会决定别人的接收跟表达 所以声音表达呢 它是充满了表情的 是让人家感受到神韵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声清 声音清楚的话就代表比较有贵气 声音洪亮的人代表他比较有胆识跟气魄 那如果一个人声音比较温润 则代表这个人光明并且有情意 那声音如果有声头却是没有声尾 让人家觉得做事没有判断 或者是恒心不足的感觉 我想呢即使是相貌平凡 只要有一把金玉之声 就可以事业有成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并不长得非常非常的俊美 可是他的声音可以非常美丽 这就是他受人欢迎的地方 所以声音是一种共鸣的配合 它搭配了情绪 包括发声的技巧 神情 意态 身体健康的配合 那当然咯 声音表达的管道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你可以演讲 你可以说话 甚至你可以演唱 或者是在音乐上的朗读朗诵 从以前到现在 也有人呢 在这个人像学里面来说的 叫声像观人术 一个声音传得远的人 眼神有光彩 目光就会透露出坚定跟自信 而且呢 声足就气代表足 气足就神足 神清饱满 会让人家觉得 感觉到有魄力 所以语出坚定实在的人 他的气息比较悠长 比较平稳 那轻轻的说话 就能让别人听得很清楚 我想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讲话清楚 变成精神 开朗 并且有朝气 让除了习惯性的发声明亮 身体相对的 也会比较少病痛 抵抗力也会比较高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是 从声音不只是显示出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同时也反映出 一个人的性格跟修养 所以呢 好的声音 可以给别人带来安心 快乐跟信心 那接下来要跟你分享 影响声音呢 影响这个发声 有三大要素 这三大要素 第一个是生理上的 也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第二个是心理 心理呢 代表的是你的情绪 性格 甚至是你的爱好 再来呢 就是你的环境 例如空气的品质 在人群当中 甚至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 透过声音 我们来发挥 我们个人的影响力 所以呢 说话 你要记得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诚实 因为 我上次跟你讲过了 我口说我心 别人一定可以 从你的声音表情 从你的说话内容 来感受到 你自己的内在情绪感知 第二个 你要有丰富的知识 再来 要有愉悦的神情 当然 第四个 就是所谓的机制 机制这件事 还是需要练习 我们怎么样来利用 以声带情 控制你的声音的轻重快慢 来让别人感受到 即使你在需要加重语气 或者注入感情的地方 都没有丝毫的造作 或者是不自然 所以啊 演讲要有说服力 要自信 然后你的演说呢 你要生动展现 你的神气运 都是重点 所以讲到神气运 你一定要知道 演讲表达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表情 你要怎么样表现 怎么样表演 第二个 你的情意呢 展露真情 我常常讲的那句话 真情就是好文章 如果你要传递的是 你真正的性情 真正的感情 别人一定会收得到 而且并且感动到内心 再来 你要记得 你要能表达的 让别人完全理解 言简意该 切中重点 有时候啊 你要论点 要很清晰 词情 要能达意 当然意境的意 就是要意境能鲜明 而且有真实感 跟具体感 怎么样 再透过描述跟着情境 来一扬顿挫 或者是高低缓和 急速或者是轻柔 都是透过声音来表达 并且发挥你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 身运技巧呢 我想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要多多的肯定 自己所讲的话 不要因为台下或是对方 有一个不友善的友情 的眼神 或者是他的说话 就怀疑自己的表达内容 当然你也要尊重对方 不管这一个受听者 他是台下的人 或者只是在跟你对谈的人 你要有一个能力 跟一个胸襟 要能包含 包括 尊重自己跟别人 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再来对你在讲的内容 要充分的准备 当然咯 有时候我们会临场的被带上 鼓励到台上去讲话 比如说邀请来宾 就是您 或是邀请今天的贵宾 就是您 要上台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让自己在你的生活化的 身韵表情 可以达到很好 第一个 脸部让自己放轻松 感觉到神采意义 眼睛要炯炯有神 充满朝气跟活力 你的脸部表情 完全要跟你的思想意念 还有整个胸腔 整个腹腔 腹为配合 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很洪亮 是因为我一直都用腹腔的地方 来发声 有时候比较要声音穿透力更强 我就会把注意力放在我的丹田之处 来发挥 共鸣的作用 当你自己配合发声的方式 你的神情意念的展现 你的声音 声韵 就自然都会达到对方的内在 而且绕梁三日脑 所以当你在表达的时候 你的态度 你的情绪 包括你的自体动作 包括你自己个人身体健康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常常遇到一些讲师 在他们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们会去跟主办单位说 是否可以请人代理 因为他很清楚 他一次的不健康的表现 其实就会大大的折伤 自己的品质跟声音的表现 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讲话 让别人喜欢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照你的情绪去发想 照你的内在的感觉去说话 所以平常你要懂得 保养你的身带 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来分享 出入公开公众场合的时候 记得你可以多避开一些公共场合 或者是听到周遭有人咳嗽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声音撒哑 你记得一定要留意 如果可以的话呢 保护你的喉咙 并且让自己声音呢 是可以保护的 那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会戴一条围巾 保护我的喉咙 因为我们的喉咙呢 最容易在这个地方 叫做喉咙跟被肩 这个所谓的肩颈的地方 寒气入侵 这样很容易伤风感冒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很留意的 让自己不要掉入声音 撒哑的状况下 尽量多不要喝太冰冷的食物 我呢 一定多喝温开水 或是温的茶水 并且练习正确的发声 那当你自己知道 怎么样发挥正确的发声 当然训练你的口腔 多多的利用一个 来看着老师教你一个秘诀 就是嘴部嚼动的运动 尽可能让你的嘴巴做各方面的 大最大最大的张口的嚼动 这个样子对你会非常有帮助 让你的口腔跟你的表情会非常的融合 当然 这家谈课呢 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只要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生活化的生育技巧 在这个地方跟你分享 往后 如果你有这方面相关的讯息 或是想要这样练习 欢迎再来上我的口语表达 这个口才训练 甚至讲师训练的培训 以上谢谢大家的观赏 美丽心语在这里跟你分享 谢谢 再见咯 拜拜